报名又再创新到一共147部的报名作品 光是学生组的剧情片类就高到了108部 那最后我们选出了31部的作品 相信评委应该非常的头痛 马上有请今年的金税奖的评委 柯真年导演来分享这一次学生类的作品的观察 以及评选的心得 有请柯导演 欢迎我们的金奖合作 好像以前你是金税奖出生 短短几年就拿到金钟奖了 没有像林俊阳奖那么久 对其实不用十年 就是再加努力一点 然后就是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当评审 然后以前其实都是被评选 所以第一次当评审觉得蛮新鲜的 然后也真的看了 就是在很短时间 像刚才俊阳导演说的 就是看200多部份 然后量真的蛮大的 但是然后尤其我自己是先看一般类 因为我想说一般类就是 觉得应该就是学生会有一些比较青色 或是一些比较技术上 或者是在叙事上可能还没有这么成熟 但是没想到我觉得 其实今年的就是学生类的那个 非常的就是让我们都对很惊艳 然后因为剧情类有108部 然后所以看的时候 然后一般短片来说 我觉得这是台湾短片的一些比较习惯 像我们一般在看国外短片一部 可能就十几分钟一定20分钟之内 但是台湾可能因为金税奖也是60分钟 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五六十分钟的片子 然后我想说 对就是看到就是头昏眼花 就是就是就是真的是 但但我觉得今年的就是学生片 有些的作品 甚至比我在一般组看到 更让我觉得哇 就是非常的有印象 除了是我自己认为在就是在制作一部片子上 我觉得这种就是像刚桂妹姐说的 我觉得是剧本 然后必须要好好的说故事 然后但我看到不只说 今年我们学生类在类型上很多元 甚至我觉得他们是有好好说故事的 因为对对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觉得我在看片的时候 其实我不一定在意的是技术上 或者是一些譬如说摄影啊那些 我觉得当然他是影片的一部分 但最重要还是回到说 这个创作者他为什么的 我觉得是一个诚意 还有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 跟他他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 然后会吸引我或是感动我 这是我自己就是在学生类 就看到很多觉得很让人感动的作品这样子 好谢谢大人辛苦了 谢谢